今天我們的演講會開始 今天非常榮幸 我們從非洲邀請陳秀英董事長 回來跟我們現身說法 我們這堂課的課程就是全球化與台商投資 大陸投資 我們過去講中國大陸投資 我們現在把大陸更廣泛的去定義 大陸也是作為我們在新興市場裡面考慮的對象 其實你可以看到 到美國 到日本 甚至在台灣 賺錢都非常辛苦 那怎麼樣去翻轉你的人生 我覺得無論是從現在的地人政治的風險 到新興市場怎麼樣去開拓市場 我認為從此時此地開始 你都必須要去認真思考 否則沒有辦法翻轉你的人生 所以我想我們的課堂 可能對同學最大的意義在 也就是說提供一個多元的思考方向 那麼今天陳秀英董事長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這個全球化的課程 那我曾經訪問過它 我有一些體會 我認為這個全球化有六個內容 六個內容 第一個就是說你必須培養你的專業技能 和市場的歷練 尤其是台灣 你怎麼樣把台灣這個發展過程中的經驗 是不是能夠吸收 能夠內化成為你的能力 這是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就是跨界投資 跨界投資 那麼因為你台灣的腹地太小 你必須跨界投資 怎麼樣去把這些生產要素做進一步的整合 尤其是更重要說你必須要在地化 怎麼運用當地的資源 那麼這次我到史瓦帝尼 到這個賴索托 也到他們廠裡面去看一下 哎呀我體會很深 一百七十塊美金那個員工 這麼努力的去工作 然後希望賺加班費 那我們就搞一粒一休 你怎麼跟他競爭 對不對 那你說非洲人懶和笨 我不這樣認為 你看那個在那麼多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三四千人在那邊工作 那麼勤勤懇懇的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我這裡 學習很多 第三個呢 是企業的運籌和經營能力 你必須要有 怎麼樣去運籌個三四千人的工廠 怎麼樣去把全球的資源整合起來 那第四個是多角化經營 就是說你這個成就你的事業之後 這個事業穩定之後呢 你怎麼樣有敏銳的眼光進行再投資 我想這個東西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麼第五個 經營有成在地共生 那麼我今天經營成功很重要 你最後要成功啊 對不對 那你要跟在地共生啊 我願意跟在地的人分享 我願意投資他們給他們的教育 給他們更多的生活 給員工更多的照顧 就是在地共生 我覺得全球化裡面 這個層次呢 我想是更重要的 最後呢是本土認同 公益回饋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佩服這個 陳董事長 就是說他對家鄉的支持 那麼就是說這個 還有對這個 社會的關懷 所以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都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這個 這個陳董事長 我特別把畫個圖 我這一次是走上面那條線 那麼 從台灣去那邊搞了一天啊 連轉機啊 那還有就是在那個 走這個 這條線是走新加坡這條線 也將近要十幾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所以這個賴索托 在我們而言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 非洲很遙遠的地方 非洲很遙遠的地方 但是呢 它也是值得我們 重視的一個區位 所以我想就是說 今天這個課程 特別安排這個陳董事長 來跟我們分享 它看起來就像我們隔壁鄰居的大姐姐一樣 就是說我們希望它的故事 給我們人生 給我們未來的發展 甚至有一些新的啟發 使我們熱烈掌聲來歡迎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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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年的夥伴 各位的前輩 教授 大家好 各位親年的夥伴 是非洲的賴索托 這裡的同學 有人去過非洲嗎 沒有人去過 非洲是真的一個 比較落後的國家 可能你們 沒有去想像都非洲 你們的想像應該都是日本 新加坡 東南洋 跟歐洲 以後有機會可以去非洲看看 謝謝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我的成長背景 我是出生在台北縣 以前是算台北縣 現在的新北市 我住在二重埔 二重埔就是二重蘇宏道 接近菜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現在全部都是變成堤房 所以說 我們家都不見了 那我的父親是建築工 就是都講這個 那個就是起初 早期的建築工 那我的父親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他因為車禍 那車禍摔斷了腳 摔斷了腳 他就無法工作 本來家裡就蠻窮的 那加上父親車禍 所以說全部都是靠母親去工地打零工 然後就是當幫傭 打掃 煮飯 洗衣服 就來供應我們的社會 更衣生活 我的母親 因為真的太窮了 我們都 那時候都只能吃寒雞腔 沒有飯 沒有飯可以吃的 所以後來我讀四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父親 我姐姐 還有我到那個台南 我媽媽是台南人 他就去台南那個我山魚家投靠 那我山魚他是在台南西區印河 早期的印河現在已經填滿了 以前的印河旁邊 他是在開那個小吃店 那我媽媽去的時候 他就負責幫我山魚 就在開小吃店 專門給那個印河的漁船 漁船不是靠岸嘛 都是在賣給那些漁船靠岸的那些漁工 那我姐姐就在他們附近那邊 開設的就是在賣甘蔗汁 就是在西葉門口的走廊小攤賣甘蔗汁 那我就讀那個台南的一所小學 那時候是四年級 下課就要幫忙剪那個甘蔗皮 曬乾的甘蔗皮 就是要剪一剪一剪 然後就是早上媽媽他們要燒鍋 時候開始用 那晚上就 姐姐如果說回來吃飯的話 我就要幫忙去看那個甘蔗汁 替他甘蔗汁 這個是真的是很辛苦 尤其姐姐她每天都工作到半夜兩點 真的很辛苦 但是寄人一下那種苦真的是 因為我遺葬是非常的嚴厲的 她 我就 我跟姐姐在那邊待到我五年級下學級 我們受不了寄人一下那種苦 所以我跟我姐姐就回來原本的二重埔的家裡 我姐姐就找到一份那個車線行的工作 那我自己就繼續再讀六年級 度到國小畢業 然後我國中 我國中讀到一年級 要生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媽媽病了 她身體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就放棄學業 先暫時 想說家裡應該不允許我再上課 所以我就去找工作 那我想說我又沒有協力 我要找的工作就是要可以 那我因為太窮了 我想說我一定要 以後自己要創業當老闆 那時候紡織業很流行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去學同工當那個 那個車縫工 那車縫工我當了三年以後 我想說我這樣子一直在做工人 那我要學能夠更高階段的工作 所以我就去上那個打板 早期的打板不是像現在的電腦打板 早期的打板是用手工打板 然後打板學了差不多兩年 就是利用晚上的時間 白天工作 因為那時候沒錢了 又要給家裡的一些開銷 我晚上就是有空就學打板 打板學了兩年 後來我希望只有打板也不行 我必須要學設計 我又到那個補習班裡面學設計 總共加起來差不多四年 那四年就是想說學完以後 我就要開始創業 因為那時候創業需要那個吃金 所以晚上我就幫人家做那個訂做的衣服 就是想說多賺一點錢 可以創業時間需要錢 那時候是真的很苦 那每天我看睡不到五六個小時 就是有時候做到半夜兩三點 這個就是說我的第一個成長 那那個第二就是第二專業 第二專業 那個專業培養和那個台灣的經驗 就是清工業的時代 早期清工業時代我又沒有協力 所以說2005年之前我自己創業 那因為那時候是紡織配額的年代 經營成衣需要是哪一些的人力呢 就是除了人接當會製造 還必須懂得配額 所以我從21歲時 我當時在台北三重開設一家成衣廠 剛開始是做日本縣 日本縣就是訂單很小 當時我想說這訂單少賺的錢是有 但是賺的都是微薄的利潤 後來我就想說我應該要換那個美國訂單 美國訂單因為訂單比較大 如果說要利潤可以快點賺到錢 所以我就做了日本縣做了六年 後來就轉美國縣 但是那時候我不懂得配額的操作 導致接很多訂單 全部配額虧損很多 因為要跟大廠合作 那大廠有時候配額 本來報價就賣得比較少 後來它就一下子漲五倍 那超過兩倍到十倍這樣子漲 那時候就是虧了很多錢 我把我六年賺的 本來六年我還買了在三重農門 再買了一間房子 結果所有全部都賠光了 就是賠債配額 那把機台設備全部賣掉 那結束營業 因為當時我不能讓它跳票 因為我才二十幾歲 才三十歲 如果說跳票我這輩子就完了 我後面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創業了 所以說我就選擇觀察 那二十一歲 到三十一歲 那個時候就是 結束台灣的成績場 再來就是海外的發展之路 說到非洲你們的印象 還是平留在貧窮 疾病的落後嗎 那個有沒有非洲的圖 看一下 還沒有 不好意思 年紀大了有時候記性比較不好 當我們在看到那個東南亞 正面臨那個少子化的威脅時 那個非洲人口 他是超過十三億 整個非洲加起來 非洲撒哈與蘭的很大的一片 非洲國 為世界是第二大洲 可能因為大家同學 比較少去過非洲 所以不清楚 他的十三億人口 有六十%是低於二十五歲 有全球是最年輕的人口 也是全球最大的自由的貿易區 非洲對於全球的經濟的意義 正在那個極速的轉變 賴索托位於非洲的南部 是全世界最大國 全境完全被南非包圍 他是內陸的 他沒有海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內陸的國家 陳醫長必須他要改變出口地 台灣的陳醫 他一定要改變出口地 因為配額的關係 才能突破配額的限制 但是也因為如此 當時有許多海外的台灣陳醫場 都往外移 那企業對於主要的幹部 徵求會虛加 所以說我就決定到海外去當場長 那當時大部分的人都去中國大陸 因為比較近 他們認為說中國大陸來回很近 而且一年可以來回兩次到三次 那我為什麼我選擇非洲呢 而且選擇非洲賴索托 因為我認為說既然要吃苦 錢就要賺多一點 因為非洲國家他給我的代益 在賴索托 比在中國大陸多很多錢 那我想說既然要吃苦到哪裡都是一樣 那我原本想說 如果說去非洲賴索托 就一到兩年 最多我三年 如果說我賺到錢 我可以再回來大陸 回到台灣 那為什麼我會創業 就是我的老闆 他因為他在台灣的事業 他出了大問題 他出了大問題以後 他必須觀察 那時候我是在他那邊當總廠長 當了四年的總廠長 我想說四年的總廠長也可以了 我就想說有一點 賺了一點錢我就回到台灣 所以說誰知道會遇到我人生 其中一個轉大的折點 就是我那時候在想 我還是一樣到非洲 因為我有那邊四年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文化 還有一些什麼管工廠技術 種種我都比較熟悉了 所以我就決定想說 還是到非洲去打拚 那1992年我到了賴索托 1996年我就回到台灣 那個賴索托 那個時候就是刺激設廠 就是沒有去打工 就是刺激開設 當時我是開那個代工廠 那代工廠我那時候也沒有錢 因為非洲賺了四年的錢 根本不夠開場 因為早期的錢都還債 都沒錢 後來我就在那邊存了三百萬 那至少就是要五百萬 我就跟姊姊借了兩百萬 然後總共就是五百萬 那工廠成立時的周轉金很少 就只能勉強的請了三位幹部 其他很多部門都是我要自己簽 那因為我也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說我認為說那些都是攬不倒的 每天我就是不停的工作 人家說在台灣7-11 我其實每天的工作都至少有16個小時 因為就是一定要不能再出問題 第二次創業是很辛苦 還有資金語言團隊 是我當時面臨最大的挑戰 因為要跟他們溝通 所以說一定要用當地語 當時在索多他們的英文很差 他們會講的都是當地的圖語 我還要一直在跟他們寫 我就找他們當地的小組長會講英文 就一直跟他們寫 寫一些跟他們溝通的語言 那第四就是 賴索多的廠長創業跟台灣的經驗應用 我1996年開場到1998年 那時候是碰到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賴索多大暴動 那他暴動的原因就是 有一家那個牛仔褲廠 他的員工有三千多人 然後當時他們的罷工原因 可能是要談薪水談不攏 那就引起他們工廠的罷工 那我的廠就在他的隔壁 那罷工後來因為這些工人 就衝到辦公室 那很多的幹部都全部都躲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他們就找警察來維持治安 那警察來了以後發現工人太多了 就到外面一直把門都衝破了 後來他們就對空開槍 開了三槍 那那個三槍裡面就有 就掃射到那個彈頭 掃到兩個工人 就當場往生 所以就是引起了大暴動 那大暴動 我那時候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手機是關機 我還打電話問我那個朋友的高階主管 我還問他說 他現在有沒有安全 我想去上班 他說 他們都在裡面應該沒什麼事 他們不知道說 所有的工人都集中在外面 那當時 真的是我也不知道 我就開車 那時候當好那段路在照路 我就開到山坡上面 因為他一個上面然後再下坡 你到了上坡 你才知道下坡有多少人 全部在照路 我就開到山坡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 怎麼一台那個Bucky 就是他們的貨車 就四輪朝天 那朝天有一個開車的人 竟然就躺在那邊動也不動 那時候我嚇到了 那些人就一直叫我要下車下車 我連敢下車都不敢 只能有幾秒的懷孕 我只能選擇說我要衝 我不能就在那邊讓他們打死 所以說我就一直開車沿路 我就說 因為我有小孩要養 還有我的員工有兩三百人 那時候早期來創業 他們也需要工作 需要養家 所以我就整路一直衝 衝到石頭一直丟 丟到我整個車窗全部毀掉了 但是那意識力很強 你再怎麼被石頭撞到 還好頭沒有撞到臉沒有撞到 所以我就整路衝到差一點翻車 那旁邊就是有三千人 他拿著石頭一直打 一直打到我都沒辦法去 我就整路衝 衝到工廠進去 哇整個看到了 出來的時候 我的那個小組長還有那個 就三個人幫我清身上的玻璃片 清了三個小時 三人以後那時候我真的嚇到了 我嚇到我不知道我手都不能動 手提起來就沒辦法提 還有那是清傷 沒有撞到頭 後來到了下午 差不多兩三點 南非的軍隊進入賴手托 他保護我們全部的人都出去 出去到南非 那時候我們家裡也都住南非 所以還有我們的大使館 我們的代表 代表當時是陳永錯的處長 康納夫人 住在南非關口 一直做支援 一直幫助我們撤離 撤離 撤離 撤到我 Riley Brown的房子 每一家好像都住了二三十個人 就是幫忙撤退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很緊張 想說沒有被打死 我還接受CNN的訪問 頭條新聞 那當時暴動以後 我想說這個國家真的不能呆了 太恐怖 生命真的是也是比較重要 那後來我就到早期 現在的史瓦帝尼 就是以前的史瓦帝尼 就是以前的史瓦帝尼 哪有波子瓦那 哪有很多國家 我就去看 看著說可以換地方下去再開場 但你開場你轉場你要資金啊 我才做不到兩年我哪有資金 我根本沒有資金的 而且功能度的熟悉要重新再培訓 我在當地已經培訓兩年了 那些功能都是很熟悉的 那你到了其他國家 重新開始 沒有錢也沒有辦法去開場 加上我又不會英文 你沒有英文你到其他國家 要設廠真的很難 那所以說我再三考慮 我還是想說 還是在賴手托繼續經營 應該不會再發生暴動了 因為自從那一次以後 政府都有在控管的 就比較好一點 就努力在經營嘛 就搖緊牙根要過這個關卡 這些年國際的市場 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非洲的紡織 它為了降低成本 很多工廠都是找供應商來談 談價錢就是開始殺價 因為美國的供應商 它景氣如果不好的 它就要求你要降價給他們 不然就是被其他國家搶單搶走了 那我在賴手托的工廠 我的廠王占地是三公頃 就等於台灣的一萬坪 應該三千多坪 將近四千坪 那是一個廠 另外一個廠就是 差不多一千多坪的土地 因為我在賴手托有兩個廠 那我的產品是針織為主 還有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太原廠 太原廠它就是主要 我員工從1996年到現在 就員工人數從200多人增加到3200人 那在當地我也有花幾家廠的代工廠 那些代工廠差不多有一千多人的工人 在幫忙我們做代工 所以說加上代工廠應該 差不多有四千多人的工人 那在賴手托算是一個 針織廠我應該是第二大的廠 我跟第一大的廠是差不多的工人數 那我們每月的廠人 大概有一百萬件的衣服 等於我一年做一千萬件以上 因為有四千多人在做 我們主要的產品是針織的服飾 這是我的太原廠 然後在我的菜園廠 就是有主料倉庫跟護料倉庫 採檢拉布機 拉布機還有車縫 那車縫線就是 這個是差不多有55條生產線 那為什麼說55條 因為在賴手托的工廠 有些訂單是比較簡單 有一些是比較複雜款 假設簡單的款式 我們一條線大概差不多30幾個車工 那複雜款我們就會用到50幾個人 燒四五十個的車工 所以我們用了55條生產線 你想想看這麼多的工人 那你想想看早期在台灣 五條線到十條線那算是一個大廠 但是到了非洲 你現在55條線算是還是中等的廠 我們主要的生產就是GAP 啦 COSE 啦 以前早期的ONERRY 還有WOMA 等等 就是一些廠商 一些客人美國訂單 那這是我們的診探區跟包裝區 還有品檢跟成品的倉庫 就是2022年外賓委員長有去參訪 陳教授也有去 在參訪我們的自動採訪的操作 這是自動採訪下一頁 非洲的成長居的機會法案 就是所謂的ACOA ACOA 就是2000年它生效 就是某些非洲國家 它是給予零關稅貿易優惠 鼓勵非洲國家出口 因為他們那些是太貧窮了 它鼓勵非洲國家出口 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像那個賴首托 它只有紡織業跟成衣業 它沒有其他的什麼電子業 它就只有靠這個工業 那工人就是 只能在工廠做成衣 或是紡織 他們就是一個人 最平均都是母系社會 一個成衣工至少要養四到五個家人 所以他們是非常苦的 那一般成衣進口的 進口美國關稅 它大部分都是在16%到32% 16%是棉的布料 30%到32%是纖維的布料 就是它不同的稅金 那這些在內所拖 它是十大國家平庸之一 所以說我們的賴首托 到美國全部是免關稅 以前是免配額 到2000年才開始給我們的免關稅 那成衣場競爭是很優勢 交期要比較長 因為運輸它是滿延的 假設我們台灣 中國大陸、越南 他們要進主護料 主料就是物 護料就是一些配件 他們要到賴首托 必須要30天到40天左右 才能到工廠 所以工廠只能接三個月到以後的交期 比如說三個月到半年的交期 集單它就一定要在東南亞 那邊的工廠就是沒有辦法做比較提前於三個月的交期 目前因為有效期 它的AQUA 方案 有效期它是在2025年9月就結束了 未來可能有變數 因為AQUA 的非洲國家 現在我們是已經都在美國 有找律師在美國 政府部門在跟他們洽談 我們是希望再次能夠延長10年到15年 應該是差不多明年左右就會有消息 但是我們有聽到消息說應該會再延 應該因為它要幫助非洲貧困的國家 那我所做的就是GAP 啊 COOS 啊 好市多還是 WOMA 就是這些的訂單 因為它數量大 它數量大的話就比較適合非洲 因為非洲它的功能熟練度不強 它必須要靠那些比較簡單的款式 數量大 這樣才比較會有利潤 如果說你小訂單 你一直換款式 你就大部分把利潤都被這些吃走 因為換款式他們在賴首都 三到五天是沒產量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陳一葉它是全球報價在競爭 我們現在是全球報價競爭 而且是買方的市場 現在是美國的市場 不是工廠的市場 所以一定要節約開銷 控制成本 我們要建立跟客戶長期的夥伴關係 對於品質 焦期是一定要準時的 那陳一款它有季節性 我們有春夏秋冬 如果說你焦期延誤 客人就不接受 因為它有季節 你就會變成庫存 庫存賣不了什麼錢 就影響很大 現金的陳一的全球競爭 價格的穩定產能 更是客人關切的因素 因為他們現在全世界比價 哪邊便宜 它就往哪邊跑了 以前它是有比較穩定性 你看你做的好多個一塊兩塊一打給你 現在它是全球 因為現在景氣不好 我講非洲的一些 美國客戶的經營的互動 現在事實上非洲很多國家 在紡織業方面 有表現出各自的優勢 比如紡織業在埃及 埃及是一個傳統領域 紡織品的市場規模在非洲市 算名列前茅 因為他們已經有四五十年 埃及他們的那個紡織業的經驗了 在賴索托的紡織業 它是成為最大的就業支柱 因為他們那邊就只有紡織業 沒有其他的工業 我們在賴索托的勞動力 它已經成熟了 它因為在賴索托 像我 差不多四十年的那個 成一的經驗 所以那邊的工人都蠻熟練的 技術也都相當好 那紡比亞的出口加工區的政策 是比較優惠的 那紡比亞 還有墨山筆克 墨山筆克的紡織業 它的棉花是很優質的 而且它的勞動成本也很低廉 它也是每個月都不到兩百塊美金的工錢 如果這些非洲國家的紡織業 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 強化合作 比如說 共用優質的棉花 加強成熟的技術工 之間的交流 為非洲的紡織業 會帶來更多的機會 仿之在許多勞力密集製造業 確實仰賴是很多勞動力做後盾 因為非洲什麼沒有工人最多 他失業率太高了 工人就是最多 都在等著要工作的 這是非洲的一大優勢 世界營養它的統計數據里 2017年 前非洲勞動力的人口就有5億人 只輸給中國跟印度 但如果說一估到2040年 非洲的勞動力將出現黃金交叉 他會超越中國 還有第七 這個是我的工廠 就是車縫部的線 一家新興公司要降低成本 可以有三個的路線 我實施成本策略 大量開發 簡易廉價的大眾品 利用價格的因素 大量去開發 對顧客跟企業品牌 會產生忠誠度 因為它便宜 廉價的衣服就是便宜 但是非洲做複雜的相等的比東能牙 技術還落後 所以最好能夠接大訂單 而且是簡單的款式 現在的資源是集中在買家的市場 市場的產品的種類都很多 我 我在非洲的創業成功的另外一個關鍵的因素 也不是說成功 就是做了將近三十年 還算不錯 每年都有利潤 我是始終一定 因為我本身是客班 所以說我一定要求他們一定要高品質 價格合理 交期一定要迅速 你一定要把握這三個原則 美國客戶才能跟你建立良好的關係 訂單才能穩定的下給你們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客人 一年一個客人就做兩三千萬的美金 你就是要跟他配合 價錢可以 大家他也喜歡我帶走的工廠 所以說一直配合就超過20年了 那許多當地的紡織業的企業 他們都不斷的更新設備 所以更新之後相對 你產能才能提高 因為你是人工一直在做 有時候你要做半自動的機器化 來能提升你的產質量 那利潤相對也會提高 因為你人就用少了 每年的機器的投資 就是變成必需品 你要損耗每年就是要淘汰 淘汰一些機器 然後換新的 而且現在的紡織業或是成衣廠 他們的機器設備越來越新 所以說你每年一定要換新的機台設備 這個是必須要 甚至我們要訂出利潤的百分之多少 然後去換這些機台設備 這樣子對產能利潤也可以跟著提高 賴索托的新資 他是用那個計算案業的計算 他不像東南亞他是計算 是用建的計算 所以用業的計算就比較吃虧 因為他們的產能如果不足 你還是一樣要花薪水 不像我們早期台灣都是用計劍 你做多少就零多少 所以說就是都要去克服這些問題 那公司的資金就是不斷要去 充分的來源 我希望如果在非洲要做紡織業 我希望應該是獨資會比較好 因為賴索托他的融資率 你想想看他的利息要16到20% 也就是超過22% 根本你沒有辦法再賴索托融資跟銀行借錢的 你賺的錢根本不夠付這些利息 所以說在非洲國家不能跟銀行借錢 你的資金一定要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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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隨時的聽 就是周轉金掌握資金的動態 充分的去利用資本市場上的金融 就是避險工具 將風險跟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獨資的經營百分之百股錢 是比較可以控制管理的 如果說是你是合夥 常常會有預見不合 所以說獨資應該是會比較好 但是也不一定 而且獨資的話可以獨享利潤 不用分錢 賺的錢不用分給別人 因為你溝通還有利潤的分配 常常會一個決定 就大家開會 為什麼 因為有人就是想說 我們要分給高級幹部多一點 有些人就有預見不合 還有接什麼訂單 所以我是認為還是獨資會比較好 有利於企業的佈局 穩固財務的結構性 我們獲利的穩定 風險控管嚴謹 才能改善公司財務結構 降低營運的風險 維持零負債 零貸款 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持續不斷的增加 財務的專業 以及風險管理控制的管理的人力 營運財人 在財務的穩健之規劃 都要做準備的 然後就是目前的疫情 其實疫情是要面對全球的經濟加通膨 也是真的是一大挑戰 我們從前年就疫情開始 到今年 我們必須真的要務實的訂單 訂單真的不能亂接 不然就馬上客人不出貨 那你就變庫存 所以就是要選客人選得比較嚴格去篩選 財務的運作才會正常 那像我們公司是 疫情 像這兩年的疫情 我們是都還是有 每年都有穩定的成長的利潤 因為我們是一個team 我們的幹部都是一個team 不是我一個人說的算 都是一個team在決定任何的事 那個就是霸了 霸就是公益的奉獻 我們是一個人說公益的事 我在非洲經商快30年 有28年了 也是大量的 也沒有說大量的 就是一直積極在投身社會公益的工作 因為賴首都實在是太貧窮了 你們有機會到賴首都看看你們就了解 他們真的很貧窮 還有我會支持一些僑團的一些活動 還有我對員工還有幹部的照顧 就對工廠當作是社區 然後台灣社會的回饋 你們看到這些圖 這個是一家賴首托的小鞋 也不是很偏遠 偏遠更嚴重 根本就沒有小鞋 然後他是在賴首托的Marseru Marseru算是賴首托的首都 離近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路程 那這些當時 他們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是連一張桌子都沒有 是坐在地上在上課 然後他的屋頂 一下也就漏了整個都是水 也沒有那個水泥地都沒有 真的是看起來很心酸 我去看了以後回來真的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窮的學生在讀書 比我以前真的窮很多 我以前還算是蠻幸運在台灣 那這些圖就是我幫他們做了總共六間教室 他們是一年一班 還有一個是要接近小學 所以六班的這個桌子 椅子還有那個文具用品 跟黑板所有的屋頂全部打掉 重新裝潢新的 就這六間的小鞋 是我去幫忙他們整修完的 這是小學生 然後再來就是有 就看這個圖 這兩個圖 這兩個圖 這兩個圖是那個我 那時候幫忙蓋那個孤兒宴 就是你們有沒有聽說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的孤兒宴在賴索托馬 好多的那些孤兒廠長 有時候一年或是兩年會回到台灣表演 他們講台語講得非常好 當時我蓋了孤兒宴以後 那時候早期才二十幾個孤兒 那他們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裡面很多是愛吃孤兒 愛吃孤兒 他們就丟到孤兒宴了 剛開始蓋了那個孤兒宴 那不是只有蓋好 你還是要給他們那個主食 你要給他們玉米粉 他們主食是玉米粉 還有糖、鹽、一些 反正所有的一些玉米粒 他們用到的 都要供應給他們 然後每個月就給他們一些錢 去買雞蛋、蔬菜 我連續幾乎都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有做了一些公益的奉獻 所以我經濟部 在2014年 十九屆的海外台商磐石獎 我受到了肯定 因為就是期盼個人的愛心 跟客戶的誠信 那帶入企業的用心 就善盡企業、社會的責任跟義務 就建立優質的企業形象 然後這一個是我到那個銀林 銀林家福中心 家福中心他們 其實銀林我去那邊 我也是感觸良多 他們很多是戴教養 我去的時候才發現到 怎麼都是爺爺奶奶帶著他們來 原來是很多父母親 都去被關 就是吸毒或是幫派什麼很多 所以我看得真的是很興奮 想說台灣怎麼銀林這麼窮 他們連買穩的錢都沒有 所以看到我去那邊 真的也是感觸良多 這個第九就是給年輕人的建議 就是不要怕吃苦 我們講說七分是要靠努力 三分是要靠運氣 機會與發展 永遠是留給願意承擔的人 根本是要靠運氣 如果是要靠運氣 我們就在大陸的一個角色 就去做動作 你也要靠運氣 就去做動作 你也要靠運氣 就去做動作 你也要靠運氣 就去做動作 我去做動作 你也要靠運氣 你也要靠運氣 我們把吃苦當作吃補 1996年我在賴索托城醫場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人生是創業的第二村 所以說心想我絕對不能失敗 我再失敗我永遠就沒有機會了 因為那時候是已經邁入終點了 你在做幾年失敗 你就沒有路 可以再繼續去打拚的 要做我們就是要做最好 這是我常常跟我幹部開會的一句話 我們的年輕人我們不要怕吃苦 要去做一個 如果說你是找工作也要 在台灣或是在外地 你一定就是要用功努力 這是我常常跟我幹部 我也希望我幹部自己去創業 我也可以幫助他們去創業的基金 那 那時候 那時候 我的年輕人他不想冒著嫌去非洲 因為講實在非洲是 落後國家 而且治安是真的不好 像我們工廠都有防彈車 所以說真的是治安很差 台灣年輕人 台灣年輕人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有想說到非洲看看 或是到非洲去發展 你真的可以透過那個僑委會 還有接洽非洲各地的台商的僑領 他們都很熱心可以幫助大家 不管有沒有要去投資或是去工作 如果說你們想去那邊看看旅遊 都可以透過僑委會 他們就會協助你們 或是你們要就業 他們也可以幫忙你們找看哪一家比較穩定的公司 或是工廠 就可以就業的交流活動 除了我經營的紡織業以外 但也說說其他很多企業也都希望有人去那邊協助幫忙 如果說大家可以想要冒險的話 不妨真的非洲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其他的 非洲是一個未開發國家 如果說去那邊你想要創業的話 是比較容易 是比較容易 比如說你去辛苦一年兩年存了第一桶金 比如存到一兩百萬的第一桶金 那你回到台灣 你就可以有這一桶金的話 你看你要做個自己要創業 也都會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也不用再去一直銀行貸款融資 其實在我的生涯 就是我的歲月的一半的時間 我幾乎都是在走創業的路 從年輕在台灣的創業到非洲 我在非洲已經設廠有28年了 這個創業都是非常辛苦 那真的要告訴這些年輕或是同學們 其實如果說你們家境不是很好 想要創業 真的是要努力去思考 去想說哪邊可以有比較好的優 優惠的條件可以去做兩到三年 第一桶金存下來 或許到時候你們就可以做高階主管 或是自己創業 這個都是可以考慮的 可能時間差不多了吧 那我會給各位同學的建議是 跌倒要瀟灑的爬起來 不要在乎自己的狼狽 瞬盡時你要尖空的行事 不可以自我陶醉而忘形 現在就很多人 年輕人或是創業的人 他走在上坡的時候 他就忘了他當時的辛苦 你不要說你在高層的時候 你還是頭還是往上看 有時候不妨你低頭看一下 思考一些問題 這樣對你的人生要走路 可以走更長 因為一個人你在工作也好 你在創業也好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那麼順利 都那麼平順的 你一定會有高低的時候 你在低的時候 你會想說我要賺錢 我要努力工作 等你賺了錢再高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 他或是不是只有年輕人 很多在一些高階主管或是老闆 他們就忘記了 就沒有沒有 首先要向下 不要向上 那這輩子 我人在得意的時候 要更加的全功 絕不能忘形自傲 失憶的時候 應該要積極 絕對不要去 艷天遊人 你要找到失敗的原因 重新站起來 就不要再艷天遊人 這樣一直走不出來 路是靠人走出來的 其實我這一輩子 我最遺憾的事情 就是說 我在三重創業的時候 有十年的時間 我的母親告訴我 她看到我創業 那時候我做日本線 都有賺錢 她告訴我說 我這一輩子沒有坐過飛機 如果說你創業成功的時候 你一定要帶我去坐飛機 這是我 然後 還沒有成功的時候 她就往生了 所以 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所以我現在 希望 各位同學 你不管在任何時 何時何地 都不要讓父母親 擔心跟操心 自己要走出什麼路 都要跟父母親去研究商討 不要嫌父母親的囉嗦 那我 謝謝大家的聆聽 問題跟回答 祝各位同學 學業進步 謝謝指教 今天那個陳董事長 這個 不僅是一個很好的創業客 其實他內容 也是一個心靈吉堂 其實給我們很多的 武武和敵義 尤其是 你失敗的時候 怎麼樣 在創造機會 那麼你在 真正成功的時候 你又怎麼樣 表達謙卑 好 我想這是 很重要的人生 這個 還有就是 平常這些老師的話 沒有關係 唯一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這個也很重要 好 我們現在開放 這個同學發問 看他們沒有什麼 議題發問 我們都可以 趕快支持 好不好 來 開始 來 補報一下 你們的信息 好 你好 我是好經濟社負責 我姓陳 對 你叫我非力量 站起來講一下那個 你口罩脫下 我沒有記憶太清楚了 陳老師的 你好 我是非力量 我非力量 我是好經濟社負責 然後 我有一個問題 是想請問說 就是 我很想要解說 你一開始在 在人工創業中 你怎麼樣去 找到那些黨的 然後怎麼樣去 訓練當地的工作 因為他們應該是 幾乎是從零開始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 你很低賣的地方 謝謝 你問這個問題 真的問得很好 其實 我在賴索波創業的時候 真的是 剛開始的 剛開始的那個幹部 沒有很多 就從三人 到我現在 目前的幹部 是七十幾位 那這七十幾位的幹部 是來自世界各地 有台灣 有大陸 有菲律賓 有斯里蘭卡 種種的 包括聯軍 那我的信念 信念他們 其實這些幹部 從進去跟我做 有斯文之三 都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有些是做到六十幾歲退休 因為我們的幹部 很少在半途離開的 為什麼他不離開這個工廠 一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捨就得 所謂捨就得 就是你在找這些幹部的時候 他們剛來是領薪水 因為那時候我們 除了台灣的幹部以外 其他的幹部都是簽合同 都是兩年的合同 那他們 早期他們簽兩年的合同 他們合同到了 那個時候 培訓他們 才剛開始 他們才會熟練 就像我們在賴索托的 我們說中階的幹部 後來我們不是用外籍幹部 我們就是用當地的黑人幹部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他們有一個 有時候他們賺到錢 已經覺得滿意 他們就想回去 然後這樣來來回回 一直在信念 那我們的中層幹部 都是賴索托當地 培訓他們 那我們有個培訓的人事管理部 還有一些技術指導的 他們會指導他們的訓練他們 那當然是在訓練期間 也是要付他們薪水的 就算臨時工的訓練 那中層的幹部 假設他們都會留著 因為你都設有獎金跟弘利制度給他們 因為他們苦 他們要賺的就是錢 那你外籍幹部也是一樣 他出國 他為什麼不去先進國家 到賴索托 因為他的薪水會比較高 而且他能吃苦 吃苦的話 他為了什麼要吃苦 就想賺更多的錢 就像我以前打工 我也希望老闆給我 多一點的弘利獎金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發現到我的幹部 只要他們的產量 直到一個目的 他們都有紅利跟獎金 那高階的幹部 為什麼他們沒走訓練他們呢 因為就是每年 像我們工廠我們是有 30%的盡力分給這些高級幹部 那個當地不算 我們是30% 反正有30%給他們 你看他們分到的眼睛都發亮了 那這樣他是更願意打賓 這一個team 我們不是說哪一個做得好 哪一個就拿獎金 不是 是整個team 你花了獎金領的一樣 就是主任以上的當然紅利會比較多 包括廠長 再來就是經理 總經理 我們是一層一層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團結呢 為什麼工廠可以每年的利潤呢 就是因為要靠他們 一定要靠他們去管理 然後賺了錢捨得給他們 其實這樣我賺更多 現在還有什麼補充呢 我有一個問題 那個 作為一個企業管理者 可能心力儲弊很重要 那儲弊 譬如說我今天是一個真資專業的 非常專業 但是你今天管理的工廠 你要看那個財務報表 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這裡面有一些貓蜜的話 沒有看出來的話 這個數字也是不得了的 那我記得你曾經跟我講一個故事 一個大陸的員工 對不對 那在常況表上 那你怎麼樣去 去有這個專業 可以把這些問題找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曾經聽你說 就是說 我今天 員工所以不願意走 因為有好的福利支付 那你怎麼樣去照顧你的工作 除了給他們一些獎金之外 是不是可以給他們額外的照顧 照顧得好的話 我想他對你的忠誠度 肯定是幾乎來上升 我不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可能屬於管理的細節上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管理確實很重要的 那剛剛那個教授有提到 我先談我們的總經理 其實我不好意思講 我們經理也在這裡 他兩個小孩的學會 從小到大都是我供應的 他現在在南非的住家 跟南非買的房子 跟台灣的房子都是我支住 那當然台灣的房子是只給他們六成 其他四成他們要自己去代管 因為為什麼要給他們這樣子 一個年輕人 像我總經理 22歲畢業就跟我做到現在 做到結婚 做到四個小孩 那他為什麼要一直跟你打拚呢 你就想說 他真的是比我兒子還要好 說實在了 那他的小孩 原來有兩位 現在是在澳洲墨爾本大學 讀大學 因為非洲真的不太安全 所以我是建議他們去澳洲 澳洲墨爾本應該 我那邊有房子 所以我就免費讓他們住 然後所有的學會 澳洲學會很貴嘛 一個小孩要一百多萬 兩個是兩百多萬 是我全部支付給他們 給他們的 因為就是要照顧他們 那他們等於回饋給我的實在是更多 那以那個低層的就是我們那個黑人的工人 我們黑人有三千多人 我們為什麼照顧他 是我們在工廠裡 因為黑人真的很貧窮 他們連看生命 因為他們真的愛滋病太多了 那我們不能去 讓我們知道誰有愛滋病 這個是個人的隱私 我們沒有辦法去知道的 然後他們因為常常是要出去看病 後來我在工廠設三個醫療事務 三個醫療就是我請醫生 當地的醫生跟護士 然後他們配了很多的藥 需要什麼藥 我們工廠的藥都有 藥不夠了他們會開張單紙給我們 我們再去補他們需要的藥 等於他們的看病都不用付錢的 他們的看病全部免費 都是工廠支柱的 那中層幹部 比如說外籍幹部 除了台灣就是中國幹部是最多的 我現在目前賴所多的中國幹部 有將近六十位 以前還更多 以前有八十幾位 疫情的期間回去了十幾位 那我給他們照顧就是 讓他們無力洗去 如果說比如他們在中國大陸 他們要買房子 他們做兩年以後 三年以後 他們存的錢 他們要想買房子 那他錢是不夠的 我就每年最高 就是每人最高可以給他們六萬塊美金 讓他們在免利息的 然後四年 四年廠還 當然如果說沒有辦法還的就在延 那就是讓他們有一個穩定的說 在這邊工作雖然很辛苦 但是他們在中國大陸或是在菲律賓 都有可以買到想要的房子 就是用這樣子幫助他們 那黑人 因為你知道嗎 黑人的當地工 他們其實很辛苦 因為他們真的沒錢 他們在跟外面借貸的高利息 他們只能領了薪水以後 才有錢付這些錢 有些小孩子要教育學會 他沒錢 他就去借高利貸 那我看到 他們賺的錢全部都被他們拿走 後來我就給當地工人 就是最多每人借兩千塊的亂 那時候等於就是 將近八千塊的台幣 那他們可以分做六年還 但是如果說你要超過兩千塊這個額度 必須有當地的像我們的里長或是林長那些 他們要講出來說 他用錢要花在什麼原因 那我才會借給他們這些全部免利息 所以因為我設了這些以後 其實我工人很少走的 很少走很少走 黑人還有幹部 跟台灣幹部不用說 台灣幹部是從小就做到現在 好像我們沒有放過人的 台灣的幹部也沒有放過一個人 都是進來就是一直做 因為我們是 就是比較讓他們結論說 這個企業 都他們一個team在經營 不是我說的算 因為有時候我也要聽他們的意見 那你說在這個財務上的問題 其實我不看財務 講出來會被人家笑 我賺錢什麼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 因為他們自己會去計算 他們每年他們要分什麼錢 他們都計算好的 那我希望說有這樣子我很輕鬆 像現在為什麼我真的是快半退休了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很強的幹部 為什麼說很強 沒有人離開 我們經理就在那邊 進去到現在沒有一個離開 除非退休 雖然不是很好的薪水 但是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 因為我們是沒有像其他企業那麼嚴格 我們是滿自由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到現在為什麼都很成熟 主護料不會訂做什麼 大家都盯得比我還緊 所以根本不用我去看的 還有什麼要補充嗎 好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幾個幾個料 適應當地人人少 幾個原料 5個副料 對對 這個這個我剛剛漏掉講 其實我們的接訂單 都是百分之百四座母 美國縣 因為美國它是免配額免扣打 去美國再賴說 全部是免稅的 然後它的主護料 都是從中國大陸 越南還有台灣 這三個國家 集成諸國 因為那邊他們只有工廠 沒有其他的衣駕廠 或是什麼都沒有 就只能靠第三國 所以說全部都是要依賴第三國 這樣子的話 所以才一個月到四天才能到工廠 所以不能做集單 我所謂的集單就是說 交期很短的訂單 因為那邊就不適合的 請問 這裏廠裡面有水洗嗎 有 因為我們針織廠 不是像牛仔褲那個洗比較麻煩 我們的水洗就是一般洗 就用清水洗一洗 像我們以前做GAP 他們就是要水洗 那GAP洗水很簡單 其實它是用清水下去洗一洗 然後脫水烘乾 讓它乾了以後 再來兩尺寸的縮力 如果說縮力不正確 那就要趕快是調改版的 因為很多的布的棉布都縮力都比較不穩 那還有什麼 可以 我想問就是如果未來 這個很麻煩 因為非洲如果說沒有這個GAP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生存 沒有 因為他們的薪水也是越來越高了 不像早期那種薪水都五六十塊一個月 就相等的現在薪水都一百七到兩百 而且也不是只有薪水 有時候會護他們加班會 所以說如果沒有GAP到2025年 還有這個兩年多的時間 如果說沒有的話 可能就是要移轉到其他的國家去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當然這些問題 美國也都知道的 因為美國大使館在那邊全部都監控 他們都很知道 他們也知道非洲不是只有賴索托 史瓦帝尼 波子瓦納 還有那個很多很多的非洲國家 他們都是依賴這個阿哥阿 因為沒有阿哥阿的話 你賴索托跟其他非洲都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應該我想應該還可以談判 因為現在已經陸系律師都在 跟政府的官員部門都有在討論 因為非洲國家出到美國 他所使用的阿哥阿其實不多 非洲加起來像肯亞賴索托 還有史瓦帝尼 他加起來到美國的紡織品跟陳漁場 沒有超過5% 那中國大陸到美國是70幾% 所以我想美國不會為了這個一點 然後又可以幫助非洲有就業機會 我想應該還不至於說不給他們 只是說要給幾年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我想問一下當初 您除了紡織業之外 還有想要發展的品牌房子 是不是只有局限紡織業 還是主要是主要的 其實這個問題真的 對我來講是 其實做本業賺的錢才是最穩的 我有投資其他的行業 那時候因為紡織業在興起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10年前 我有投資水公司還有銀端 因為那時候不是說要發展5G 所以我有在西澳的投資銀端 跟人家合夥 這是很慘痛的教訓 其實真的不要隨便亂投資 我要告訴各位同學 投資一定要你能看得到 然後你能管得到的 你才去想要投資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你投資你要看別人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我要獨資 就是怕核資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投資那銀端總共6年 整個銀端在西澳虧損 將近5億 5億的台幣 6年燒掉5億 那個時候對我們實在是 很鬱鬱 想說辛苦 一針一線賺的那麼辛苦財 辛苦錢那一下投資 就損失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馬上立即就是 結束這個 結束這個 就是銀端 他們說那個5G的銀端 控管機器那個 就是豬櫃 其實我也不清楚 我也沒去過 那投資一家水 就是長白山的天池 你們應該聽說 為了這個投資這個長白山天池 我到長白山有去三次 兩次氣都是零下28度 真的忍到不行 我去看那個天池 天池是很美 他們說那個天池出來的水 是全世界最好的水 我就被騙了 怎麼這麼好 那全世界 我那個名字就不要講出來 它的瓶子是四角形的 現在還有在賣 但是說滿慘的 因為那時候投資 我們也是出了一千多萬的美金 我們有六個人投一千多萬美金 結果投下去 才知道這個不是台灣的老闆 他幕後的老闆是中國大陸 所以很恐怖 我們投資去了錢 全部被他轉走 所以那個我們兩三年就知道 就趕快就認賠 沒辦法 所以投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年輕人要投資 所以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 非常注意 謝謝 這個投資 在大陸投資 不過要超過山海關 過了山海關之後 這問題就很多 但是秀雲董事長 其實他最成功的還是 在2003 你講一下就是說 怎麼樣房地產 這個產品 其實是 還是要敏銳的眼光 很精準的投資 是不是可以我們分享一下 那同學有沒有要先問 陳教授講這個房地產 我實在是沒有 我也沒有投資很多 但是 我的認為就是說 我從小就很窮 而且那時候沒房子的時候 我到處租房子 有時候一年半山自家 這個是在我來講 心裡的動作 我以後有錢 我一定要買一個房子 不管是多少坪的都可以 尤其我那時候很想說 假設我到我朋友家 他在敦化蘭路 那我去過仁愛路 我想這個地方怎麼這麼漂亮 我從來沒來過 假設我有錢 在這裡買個房子 哪怕是老房子 然後我存款500萬 我這輩子有一部車 我就過得非常好的 那時候是這樣子想 所以才到非洲去 那2003年 因為我已經做了 我1996年到2003年已經有七八年 我賺的錢的時候是在2000年 2000年那時候 AQUA開放的時候 我大量的接訂單 一直擴廠一直擴廠 就是本來200多人一個廠 過到三個廠變成3000多人 那時候是真的賺的還OK 還不錯 利潤都是很好 都是兩位數以上的 那到了2003年我想說 這些錢 因為被騙是真的是很慘 要不然我把這些錢 我就一定要投出房地產 那房地產要怎麼投資呢 我告訴各位 要買房地產最好 如果說你有錢 靈驗買照 買在那個台北的蛋黃區 哪怕你是二十幾坪 三十幾坪 或是一百坪 你有以能力的範圍 就是投資在台北的蛋黃區 然後就在捷運的附近 比如說捷運三到五分鐘 這個一定是你要賣或是要出租 都是會有很好的收穫 所以我2000年開始 我就投資台北的蛋黃區 比如大安區 中正區 還有內湖 就提頂倒到那邊 然後國外也有投資 就是買房子 那時候2003年剛好是SARS 那個很便宜 台北市的房子真的都很便宜 以前都三十幾萬 四十幾萬一坪就買到 但黃區有 而且是大安區有 現在那一坪都要一百多萬 所以說 我在投資的房地產還不錯 還是賺得蠻多的利潤 還有什麼用 還有很多 黃市長 我想問 就是過去三年 因為新冠疫情的民眾 然後剛剛我提到貴公司 主要是做美國線 但是原料又是從第三國進口 那你這樣在公司的公益面上 需要做什麼 因應疫情的調整 或是你們有做什麼調整 所以公益面是不會被影響的 對這問題也很好 就是說 怎麼去避免這個產業的問題嗎 因為你有那麼一大盤 一年要做這麼多的訂單 所謂像去年的比較嚴重 因為去年薩斯那個好像是去年二月三月 就很嚴重了 到了那個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訂單是非常多 因為那時候美國的景氣非常好 我們的訂單真的很多 那很多 但是碰到疫情 全部停工 好像有的是兩個月 有的是三個月 但是沒辦法被迫停工 然後很多家廠他們停工 就想說停工就沒有發錢給那些黑人工人 你看那黑人沒有錢他怎麼生活啊 後來我是認為說 我可能比較活心一點 我就給他們半薪 三個月都付他們半薪 所以我也付了很多薪水 那中國幹部都給他們 外籍幹部都給他們錢薪 因為我想我的認知就是說 那你以前賺的錢呢 你現在疫情不好 你就要給人家砍掉 不給人家這個說很不合理 那你說那個同學說因應這一些 我們的因應辦法就是說 你在休息三個月的時間 你趕快跟我的客戶 我的客戶就是美國 就拜託他說 延交期 就是因為我們的停工兩三個月 我們就延交期 那美國很現實 真的 他如果說你是他的配合廠商是很好 他一定會幫你 因為他需要你的廠 像我們廠就從來沒有延遲過 而且質量產量都做得他非常滿意 他一定要幫我們 所以那時候我也很怕說 廠的要空運很多錢 其他我們附近的一家廠 他為了這個沒有辦法配合 他空運的差不多五百多萬美金 我想說我這五百多萬 對我來講 所以我就跟美國談判 我們就跟他談判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延後交期 請你要幫助我們 不然我們撐不過氣 就直接跟他講 因為空運那麼多怎麼賠 那你訂單還是那麼多 我們整個倉庫全部都是布 擠到不行 連宿舍所有的废宜廳 全部都擠布 我的美國那個客人 他真的非常的幫忙我 他竟然讓我的訂單 已經要出口的 他讓我延一個月到兩個半月 那時候我就鬆了一口氣 就鬆了一口氣 但其他廠或許沒有這麼運氣 所以說 我們要應變這些 不知道的因素 你常常會 有時候像這個暴動 跟這個疫情 誰也沒有辦法去想到 你就要準備 講實在一句話 因為我三個月沒出口 我那些就幾百萬美金 就停在那邊 至少你資金 你三千多人工 你至少資金五百萬以上 我說美金 所以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 就是要穩紮穩打 你有多少錢 你做多少生意 你口袋一定要升 現金的流量一定要有 那我是運氣好 所以我沒有空運到 我都沒有空運到 安全 就是非常安全下莊 這是我美國客人對我真的很好 到現在我們配合二十幾年了 到現在他們還對我們相當的好 其他國家他們沒訂單 他還是下很多訂單給我 只是訂單以現在的高通往美國 減少訂單量就是減少40到50% 所以我們現在外面的代工廠也就沒有辦法花了 先顧我們的自己 然後就是明年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訂單 這個就是一個 大家就是很 一直在想說 美國什麼時候景氣恢復 那你景氣恢復現在未知數啊 我們現在都是要靠他的感恩節啊 或是付我那個感恩節跟那個 對 他們如果賣得好 我們明年應該就 明年第二季 第二季應該就會正常 但是你這之間你的半年呢 你半年你的工錢也要支付啊 你的原本的水電會開銷 種種都要支付啊 所以說這些錢就是保命錢都要留住 還好我們是比較穩的一個經營者 因為當時我有想過 我買那個房子 從來沒有一毛貸款 為什麼我這樣子想呢 別人就說你這太少了 你可以去買兩間三間這樣子 繳利息 你賣掉可以賺更多錢 那時候我就想到說 這個保命錢一定要留著 因為員工跟你 不是要不要讓人怕說 你有周轉的問題 所以說 現在假設真的很需要錢 我們的房子還可以去抵押借錢 這樣子就可以熬過這 差不多至少我看要半年以上的苦日子 工廠跟工事都一樣 我看全世界都一樣 不是只有五的場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好 好 好 這個問題 好嗎 謝謝老師 其實我家人 當時都不知道我在做陳瑜打扮什麼 因為我爸爸就是每天就是喝酒 可能是他殘障以後 他就自卑感很重 他就每天喝酒 他從來不管我做什麼 那我媽媽也病了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我從來沒告訴他們 所以我都是自己 比如說我在台北開 三重這邊開陳瑜展 我也都是自己 自己營業 然後我到賴索托南非 到現在我去了快三十年了 二十八到三十年了 從來沒有親戚去過賴索托 他們只有去那邊玩過而已 兩個禮拜 全部這二十八年的過程 都是我自己在那邊打拚的 沒有任何家裡的陪同 還有什麼 好 那個今天我們演講 這邊到賴索托南非 那麼就是說 有幾件事情先錄一下 第一個呢 我們有一本介紹陳秀儀董事長的書 他要送給每位同學 他有親戚簽名 等一下下課之後可以來追答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同學有一個陳秀儀董事長的研究小組 好 那麼準備希望跟 能夠拜訪秀儀董事長 能夠再針對一些深入的問題來請教 因為他學期報告要做一個報告的內容 我想他會更生動一些 更有內涵 然後如果你個別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也可以來請問 那我們是不是最後以熱力的掌聲來感謝陳秀儀董事長 謝謝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 今天是我第一次演講 所以有時候講得禮禮喇叭 希望各位同學不高牌貴手 真的很感謝你們的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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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沒有禮禮喇叭 所以我們把所有內容都會做足指稿 然後我們下一本書就會有這個具體的內容 然後我今天的內容裡面 我可以抽出十句的金句 其實對人生是很有其他的 好 到時候我再跟你們兩個分享 好 好吧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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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